一般人总以为植物没有大脑不会思考 只会不断朝有阳光的地方生长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有Toyota荣誉赞助的2018年 洞森悠悠小主播选拔赛 特别从9到12岁入围亚密组的小主播中 选猪年仅9岁的晋级者哈密尼 带全美观众一起探索植物中的天大秘密 欢迎收看东三儿童新闻 我是小主播Harmony 在自然界静静生长的植物们 总是能让民众感觉非常舒服 并且可以心境祥和与世无争 不过最新一项研究却发现 植物原来也很有个性 而且非常热爱冒险 尤其是当他们遇到困难的生存抉择时 他们也会和动物一样 为了生命而放手一搏 惊人地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植物学家最近进行一项实验 把两盆相同品种的豌豆 同时放在两种不同的土壤里生长 一盆中的土壤充满着各种所需要的养分 相当肥沃 非常适合豌豆生长 而另外一盆土壤非常贫瘠 且几乎无法让豌豆存活 结果研究发现 豌豆在贫瘠的土壤中 反而会生长出更多的根 似乎有如赌运器一般 想尝试获得更多的养分 不过是否真的就是植物在赌运器 则需要更多的研究 又由小主播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